很多观众朋友应该都去过五哥窟 那五哥窟其实我们看到都是 大五哥小五哥当时非常辉煌的王朝 不过待会儿这个最新的发现说 通过这个雷达的空照图呢 拍出说其实大五哥小五哥的前身 还有比他们更赚光 更复杂的这些建筑在地底下 是的 这个是最近澳洲雪梨大学的一个新公布的资料 那我们知道这个目前用最新的技术 事实上不用正式去挖掘 但是就可以知道 到底地底下埋藏什么样的东西 那这次澳洲雪梨大学它运用两样的技术 第一样东西这基本上是空照图 用这个空照雷达 用探测透视这样吗 地上大致有什么样的东西 而第二样东西呢 它的技术用的是透地雷达 简单来讲 这个直接的就看穿的地表下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啊 那重点是这一次的澳洲雪梨大学 他们的探科计划 他们对整个乌克户地区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平面图的所有地区呢 这个开始进行每个区块 啪啪啪照相这样子的 结果呢 出人意外的是 就在这个五哥窟的南面 这个是五哥窟本身 它的南面的大约几十公尺外这个地方 他们看到了一个 埋藏在地下的一个遗址吧 而且这个遗址的话 如果根据现在已经公布了资料来看的话 它包含了两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 是一个长大概1500公尺 宽大概600公尺左右的一个沙丘 那这个沙丘的话 是在地下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环绕这个沙丘的话 大约有八个这一个尖塔 就是八个塔也是在地下的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区块就被发现了 那这个发现为什么重要呢 其实我们必须回顾一下 整个五哥窟的历史 因为其实五哥窟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知道 如果根据一般的资料显示说 这个地方大约是第12到第14季左右 那由那个所谓的五哥王朝他们所建立的 那就是我们一般观看客去看到那个五哥窟 那一般的说法讲说 第12进到第14世纪左右 那由五哥王朝他们盖这个地方 而且据说这个地方当初新建的时候 它是为了这个五哥王朝 他们建议他们国王的权威 建议所谓的神王的概念 给大家讲 他们的国王就是皮士奴神 那就在这个地方受到他们的这个供奉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地方所谓五哥窟这个建筑 一般的认定是属于所谓的五哥王朝的太庙 那这个地方更有趣的是 在西元1432年的时候 由于先罗就是那个泰国他的入侵 那先罗王国入侵以后 这一个五哥王朝就灭亡了 那灭亡以后的话 当然五哥王朝就从这一样撤退 撤退以后的话 这个五哥窟在西元1432年的左右 就变成废墟了 那变成废墟以后的话我们知道 大约在这个西元1866年左右 这个地方才重新被发现 告诉各位 住人在这个地方了 西元1866年这个地方 被重新发现的时候 法国探检队接到这个地方以后 看到了这一个壮烈的遗址本身 而且也发现了 这一个遗址本身的话 其实整个这个五哥窟的遗址当中 只有一个神像 叫做皮士奴神 那这个皮士奴神 就是唯一供奉的神 而且不但这个样子 而且根据法国探检队 以及1866年探检队 还有在1906年的重修计划当中 这个地方一直被定义成 所谓的五哥王朝 他们本身的这一个宗教建筑 而且用来祭祀 他们的国王的一个建筑 祭典用的 祭典用的建筑 那整个这个区块里面的话 根据这个探检队的说法 以及修复队的说法 讲说这个地方 就是只有所谓的国王 祭祀 贵族 才是进入这个地方 简单来讲像你 像我这种老板先生进不去的 当然除了赖老师以外 我们都在那个护城河的外博 就是它有一个护城河围住 要进来朝贡的嘛 整个区块当中的话 只有贵族才能进去 那过去的一项这样的认定 可是这一次的这一个 由澳洲这个雪梨大学这个计划 他们根据从这个地方中心点 周边地区一一去拍照 一一用土地铁台的检视以后 发现说其实真相 可能未必如同 戏元1866年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说法 这个探检队的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这一个五哥哥窟 他本身的话 它第一个你看到没有 我们就平平都可以看 它在环绕着这个四面 这一个护城河围住了 附近还有很多的水道 这里还有 这个在附近 那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沼泽区 其实这整个五哥窟 是建在沼泽地上面的 那据说当年在建的时候的话 是先把那个地先刨开来以后 然后把土全部去掉 再开始倒沙子 开始倒泥土这样子 再把它重新填平 然后后来才建了这个地上建筑 五哥窟本身 这是根据过去的说法 是这样讲的 但是这一次的澳洲探战计划里面 却意外地发现 就在这个建筑的地下的部分 还有另外一个建筑存在 它把它叠上去的 简单来讲像个叠房子一样 它下面原本就有另外一个东西了 这就神奇了 就故意把它盖在上面这样 简单来讲 每一个所的五哥窟的话 五哥王朝建的五哥窟 是盖在另外一个建筑的上面 这个新建筑的话 就是新发现的地点 这个黄色的区块所标准这个区块里面 问题就出到这个里了 我们都知道五哥窟这个建筑的话 是12世纪开始盖的 这个建筑本身应该早于12世纪 或是12世纪的晚期的时候 重点在这个地方 在那个时候的话 其实还没有所谓的 五哥王朝的出现 所以其实它这个所谓 地下建筑的部分的话 应该是属于 那一个早于五哥王朝的另外一个文化 或是另外一个国家的遗存 后来的五哥王朝才把这个地方给废掉以后 把这个地方重新给掩埋住 然后盖了一个新的五哥窟在上面 所以它的意义就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个大发现 因为过去我们从来不知道说 原来这一个所谓的大名鼎鼎的 世界文化遗址的下面 还有另外一个 所以有点像这大饼包小饼一样 骨骑的下面还有另外一个骨骑 更大的骨骑 这个骨骑目前为止没有挖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讲了 这是澳洲雪鱼大学 他们利用最新的技术 利用透地雷达 还有空中这个考古技术 他们看到地下还有东西 这次挖掘的话 可能还要等到当地政府所允许之后 开始挖以后 才会知道地下究竟有什么东西 而且就在这个摊案过程当中 他们也意外发现说 我刚才讲了 过去五哥窟一直被认为说 只住了祭司 贵族 才能进这个地方 后来发现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呢 除了蓝老师可以进去之外 我们都可以进去了 就是说的一般老百姓 就没有什么种族阶级的问题了 就没有所谓的阶级 这个等级之分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这个五哥窟的周边地区里面 他们发现什么知道吗 在透地雷达里面 看到所谓的水池 居住区 一些跟生活化相关的遗址 而这个部分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证实说 其实这个地方 跟过去的认知可能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说 这个地方只有国王 既是贵族在这个地方 这边晃荡这样子的 但是目前是已经证实说 这个地方可能还包含了 一般人或是工人的居住区在内 如果这个部分 百姓半子可以证实的话 那么这也代表是说 我们过去认知的五哥文化 或五哥窟 基本上可能是误解 当然这个还要等到 正式挖掘以后才知道 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 再次误解一下